我们再来看两个首次本次发射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首次执行地月转移轨道发射任务 为此 火箭团队完成了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 其中一项就是首次采取主动滚转的新技术 以此来调整火箭的飞行姿态 确保发射成功 此次任务前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一共执行过两次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发射任务 火箭需要将卫星送入距离地面500至700公里的入轨点 发射路径看起来像是一条抛物线 而本次发射雀桥二号 长征八号火箭只需要将卫星送入距离地面200公里的入轨点 虽然高度降低了 但对火箭来说难度更大了 我们入轨的高度比以往低 但是我们的入轨的速度应该说比以往要求更高 我们以前打的是SSO轨道 应该说整个飞行的方向是往南飞 这次我们是打奔越轨道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东射向 火箭飞行的轨迹就有差异 因为我们处于吸风带 所以说东射向才要考虑风的影响 由于长征八号摇三运载火箭采用的是两个助推器的构型 火箭在起飞段受到风的影响 舰体容易发生偏离 为了增强火箭的抗风能力 试验队员研制了一种叫做主动滚转的新技术 来调整火箭的飞行姿态 我拿了一个长征八号火箭的模型 它在面的这一面和这一面是对称的 这个面对称的火箭有个特点 就是它这两个助推器的发动机只能单向摆动 火箭向东飞行 风从这边吹过来 但是我这两个助推器只能这么摆动 所以它没法有效地抵抗从西边吹来的风 所以我们是开发的新的技术 就是把它转过90度 风从这边吹到火箭上 这两个助推器在这个方向摆动 正好可以抵抗这个风的干扰 从而提高发射态率